2024年跳水世界杯总决赛西安站在如火如荼进行中 全红蝉还是最受关注的运动员 自从在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夺金后 全红蝉的热度就居高不下 他已经成为体坛顶流 在女子十米台双人比赛中 全红蝉搭档陈玉希最终毫无悬念夺金 这也是跳水队在今年西安站首金 同样也是全红蝉和陈玉希在本次比赛中的第一枚金牌 4月21日本届跳水世界杯收官日 全红蝉和陈玉希在上午初战女子单人十米台预赛 而在今天下午5点将进行决赛 CCTV5进行转播 从以往的国际大赛来看 全红蝉在预赛中一般都能排在第一 而到了世界杯总决赛也不例外 全红蝉在预赛中依旧排在第一名 获得429.45分的成绩 五跳都非常漂亮 没有出现失误 相比三年前 全红蝉的技术动作更加成熟 而且攻克207C之后 已经没有任何弱点了 陈玉希获得416.50分 比全红蝉少了接近13分 差距并不是很大 两人在预赛中的竞争就十分激烈 排在第三的外国选手只获得351分 只能在决赛中努力竞争铜牌了 金牌和银牌肯定会被中国队包烂 这点没有任何悬念 接下来全红蝉将冲击双冠王 比赛也快要开始了 全红蝉需要在决赛中稳定自己的心态 陈玉希的优势在于善于后来居上 在以往的国际比赛中也多次逆转全红蝉 这次跳水世界杯决赛 就看谁的状态比较好了 他们肯定都会全力以赴 在国家队是队友 但到了赛场上 就是彼此之间最大的对手 目标就是击败对方夺冠 值得一提的是 全红蝉在夺得双人项目金牌后 他的父亲全文帽也在社媒上发文 每一串汗水换每一个成就 也是说给女儿全红蝉听的 全红蝉从小就进入跳水队 这些年很少回老家 而他的付出和努力也得到巨大的回报 汗水没有白流 全文帽对自己孩子的教育理念非常好 也值得大家学习 从小养成吃虎的好品质 对人生有很大的益处 全红蝉现在是世界冠军 未来可能成为跳水领域的GOAT 如果在今年的巴黎奥运会上完成未免 年仅17岁的全红蝉 就会步入传奇运动员行列 可怕的是 他至少还有10年巅峰期 很有机会超越奥运武金王陈若琳 在8月份的巴黎奥运会结束后 全红蝉就能回到老家 和父母团聚 不过今年肯定还是不会在老家过年 每逢春节 跳水队都会安排东迅 也是为新一年的比赛做好准备